好請看17題 他說有個人抱著10公斤重的物體 喔這題目有陷阱喔 注意看喔 10公斤重的物體 然後沿著地面 花了10秒鐘走路3公尺 然後在15秒內 把這個物體舉高4公尺 放在木櫃上面 請問你 這個人對這個物體總共做功做啥 後面一定不用看對不對 剛好錯了 這個題目反而看後面那句 前面那句不用看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請看這裡 請看前面喔 你看一下這邊 現在這個是個物體對不對 好請問你 10公斤重是往哪邊 10公斤重 10公斤重是往下 10公斤 然後你把它提起來對不對 所以你要提幾公斤 提10公斤對不對 然後呢你往前走 走了3公尺 好請問你啊 你往上提提了10公斤 往前走走3公尺 請問你做功多少 0 為什麼 因為你是往上拿 人是往前走 這兩個是垂直的 這個做功肯定是0 所以前面反而是騙你的 反而是後面你覺得是不重要那句話 那才最重要的 他說 接下來10秒內呢 他把它舉高4公尺 好 他往上走4公尺 這個設數一樣 手往往上提 提的10公斤重 然後這個地方你看到沒 往上4公尺 然後呢 這個也是往上10公斤嘛 所以兩個會平息 有 所以把這兩個要相成才對 所以答案公式 要怎麼算 來我等於F乘以S F呢 就代多少 就是10公斤重 代10 S呢 一樣就是要代4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10公斤重 我們要換成什麼 牛頓 所以要乘上9.8 所以答案就是10 乘上9.8 再乘上4 才是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392 所以答案是C 喔 這個題目是有陷阱的喔 反而會騙到你 好 這個你看一下 嗯 因為你要想 你要想 你要把一個東西抬起來 你要花多少力 大概就是這個物體的重量 所以他講說他10公斤重的時候 代表你要出多少力把它拉起來 就是10公斤重嘛 對不對 好 OK嗎 可以啦齁 接下來我們看第18題 一樣一起講好不好 他說20秒內呢 以20牛頓去推 10公斤重的皮箱 在水平上面 等速度運動了35公尺 請問你這個水平做公幾家伙 好公式怎麼算 怎麼寫 就是W等於什麼 F乘以S 來請問你 F這個代多少 讓你猜齁 你要代20還代10 年代20 為什麼 因為這個35公尺是 往右嘛 那你看一下 這個10公斤重應該是往下吧 這個水平力呢 20是往右 我們跟 不一定往右啊 反正要不要向左 要不要向右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肯定是兩個相乘 所以應該是20乘上35 所以答案是 700 OK 所以他選擇答案是B 700 他或者是水平做公幾家伙 這個題目一定有疑問 為什麼有疑問 知道嗎 可是老師 他不是講他等速運動嗎 怎麼還會有做公 問得好 代表他講的東西 他講說水平說 700加有對不對 我告訴你啊 一定有另外一個力 做公是-700 對 那個力就叫摩擦力 否則怎麼可能會等速運動 對不對 我講過一句話嘛 既然等速運動 合力不是應該為0嗎 對不對 那你要小心是 這個題目他沒有 他不是問合力喔 他是問你直接問說 水平力做公 他講的是講這個而已 所以我不管別人 我只管這個水平力 他當然做公就是700加2 但是他如果問你總合力做公 我告訴你你不用算 肯定就是0 因為很明顯 既然等速運動 一定合力合力 但因為題目不是問合力 他是問水平力合力 所以他就700 這樣會不會 如果題目問你摩擦力呢 那當然就是-700 這樣會了嗎 要小心這個題目喔 OK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謝謝 trif 說 說 19